炎炎夏日中间新闻推出了 冰出一桶金的系列报导 在今天我们来看的是 深坑老街很有名的豆腐冰 你一口我一口 挖着四方盒内的冰淇淋 炎炎夏日的深坑老街 光看暑气就消了一大半 这里的在地美食 除了臭豆腐 现在更流行豆腐冰淇淋 太阳光落差很大 一盒盒的豆腐冰淇 装箱准备从永和的工作室 运送到隔二十分钟车程的 深坑创始店 他誓言和恩仅仅四十出头的年纪 却是豆腐冰淇淋口味 不败的灵魂人物 严选深坑古法制作的豆腐 加入牛奶 用果汁机打匀成浓稠状 过筛后大火搅拌 绝费等待冷却 入盒送进冰箱 这有着浓浓豆腐的冰淇淋 制作起来看似简单 但其实研发过程 也和恩吃了不少苦头 不是这个三口怎么来的啊 我去喷到的 那因为焦糖的温度 废点是两百度 所以烫到了之后 几乎是三度灼伤 然后大概一个多月才好 我们把它当作英雄的印记 坚持古法豆腐碳味飘香 严和恩一开始 还是位文创工作家 十多年前 为延续素文化家 父亲严松桃 对文史工作导染的热忱 一头栽进文创品设计产业 却就此卡住 遇到销售瓶颈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他看着左邻右舍卖臭豆腐 一个卖冷不卖热的转念 干脆转型自己做兵也卖兵 我们本来刚开始做文创商品 那其实事实上那个收入呢 是无法支撑我们这间店的一个 那个状态 而且无法支撑他们两个老人家 还会用逆向思考的方式去做兵的 是家中独子 和老妈妈三不五十打碎狗 母子感情却只有更绵密 但如果再细心往店内一脚望去 会发现严和恩快八十岁的老父亲 每天就像个老文化人一样 还是坚守着深刻文化延续的使命 成了豆腐冰淇淋店的活招牌 每每遇到有缘人 总会亲手签名送漫画作品 冰淇淋店内始终会看到有民众 一边吃冰一边看漫画的景象 当初严和恩花了一百五十万 投入创业成本 如今在全家三个人自己负责研发冰品 爸爸专门招来客人妈妈协助 顾店的分工合作下 忘记业绩少说也有三四十万 在老街卖豆腐冰 他努力转业 为自己拼出人生中的甜味